一、不要评价别人的好坏,因为它们并不影响你吃饭。 二、不要评价别人的德行,因为你不见得比它更高尚。 三、不要评价别人的家庭,因为那和你没有一点关系。 四、不要评价别人的学问,因为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学问。 五、不要评价任何人,哪怕是你最看不起的人。 六、不要胡乱花钱,因为明天你就可能失业。 七、不要评价气扬,因为明天你就可能失事。 八、不要太过张扬,要明白没有一个人会比你更弱小。 总之,做人要低调一点。 九、不要依靠别人,因为生活沉重,谁都想活得轻松。 十、不要伤害别人,迷惑指导都会来。 十一、做人不要解释,是智者的选择,人生在世。 我们常常产生想解释点什么的想法。 然而,一旦解释起来,却发现任何人解释,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。 甚至还会越漏越黑,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,并不影响他所立云端。 还不解释自己的深度,并不影响他容纳百川,而不解释自己的厚度。 但没有谁能取代他作为承载万物的地位。 十二、别低估任何人,你没那么多观众,别那么累。 十二、不要嘴意发脾气,谁都不欠你的,现在很痛苦。 等过阵子回头看看,会发现其实那都不算是。 我们常常抱怨生活对我们不公平,其实生活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。 十三、不要去讨论谁的修行好与不好,修行在个人,别人是你的一面镜子,泛射自己的不足之处,在不足中修炼自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